先把魚乾拌一下 先把魚乾拌一下 也是很好的一個攪拌的 把魚乾拌鬆 好 把魚乾拌一下 先把魚乾拌一下 把魚乾拌的範圍大概是這個 把韓香粉放下去 韓香粉的量要夠 很像很量要不夠 不夠 範圍不用太大 有結構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中間的部分稍微拉下來一點 然後放下來 放下來 好 那範圍記住是在這裡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它的顏色會越來越淡 攪拌均勻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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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裡面就會有空氣 攪拌均勻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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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輕輕的從表面 從表面這樣濃厚就可以了 把他放進去 今天有拿進去 這次就拿進去 但是今天開始 意思就是升級 然後拿進去 現在拿進去 那他準備用 租箱 對 今天開始 把它限制 那要插下去的時候 就以三個點為主 三個點 三個點會走 然後每一點就以兩個 兩個那個火苗 作為互相支持的 七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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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個點 九個 第三點 然後配身體也是兩個互相支持 還有剩的看哪邊需要加強 第一個在這裡再加強一下 那等一下就可以看結果 看有沒有發起來 好 等待 慢慢已經有擴散開了 所以應該成功可期 可期 那這個一柱箱的發爐法 就是用在我們這種 還沒有整理佛檔之前先發爐 因為它的時間要比較長 所以可以在還沒有整理佛檔先發爐 然後用三點一柱箱的發爐方法 然後先發爐 然後再整理佛檔 等整理佛檔來後它已經發起來了 已經有在擴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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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一柱箱三點的發爐方法 一柱箱三點的發爐方法 一柱箱三點的發爐方法 現在整理差不多了 發爐的一柱箱大概是可以的 那中間的話表面比較沒有彈香粉 所以它比較沒有 如果你有鋪上彈香粉 那就比較多 可以試看看 可以試看看 這樣放下去 撒一下 然後它就會一直燃燒起來 電就越來越大 有沒有 這樣 我需要 我需要 的人 取決 城市 是 在 我?... 我 是 我 你要